百人隊伍浩蕩場 慈濟大學醫學系及後中醫學系的學生 完成醫學期的大體解剖課程 二十三號上午舉行送領典禮 感恩十二位無語兩師 從老師身上學到的 不是只有身體的構造 或者是一些醫學專業知識 對人跟生命的一個 就是奉獻 求嵐方老師是慈濟在彰化的第一顆種子 金絲堂設立推動八卦山首場骨髓咽血 都有他的身影 生活雖然刻苦 婚姻波折 但仍縮小自己成就家庭 人生故事也被拍成大愛劇場藍心飄方 因為媽媽從小就很善良 那從活經裡面看到說人生生老病死 一切無常 像人說的對的事做就對了 所以他就一直很投入在慈濟的 那個每個職業裡面 花感動 微行動 學生也提前到火葬場打掃 線上最誠摯的敬意 很多人的成全還有家屬們的捨得 然後才讓我們有好不容易有這門課 那所以我會更加努力認真學習 然後也謝謝每個無與兩失 我們這個線不要太多 不要讓它倒出來 學生把滿滿的感恩包進水郊裡 謝謝家屬的大捨 奠基學生的臨床經驗 成就醫學 打新聞花臉綜合保證